那个时候就是一开始就设定要在熊中拍摄吗 我本来也有曾经犹豫过 因为我知道熊中就是一个非常鲜明的男校 可是其实我的剧中设定是一个男女和校但男女分班的学校 对然后我在想说 我是不是应该自己再创造一所学校来 然后可是我们的美术指导 艺术指导黄文英老师就说 你为什么拍摄你自己这么相关的题材 又是你高中的回忆 你要回避你自己的学校 因为我们本来就觉得熊中的色调很符合 只不过是我因为有一点顾忌说 她是男校不要选择她 不会她就里面有充满着阳刚气啊 多好 而且我觉得她的整个建筑的风格也很符合宝米恰恰 对我们就是主要取她的红楼的红色 就代表年轻人的热情 那就是我觉得最神奇的是 像一个同一个画面里面 同时出现了宝妮还有米妮 这个应该就是有她神奇的地方 请问我们的传宗导演 告诉我们这个背后的小秘星吧 OK 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要拍的东西 就是尽量让观众不要感觉得出 它是一个特效片 但其实宝米恰恰就是一个 不折不克的特效片 因为只要有双胞胎出来的地方 就是必须要用到特效 然后我们每一颗特效镜头 最短 最快最快都需要花到 三到四个小时以上的时间 因为演员要排戏 然后摄影机 因为摄影机是靠电脑去控制 所以我们必须给电脑下非常精确的指令 那在下精确指令之前 演员也必须要知道自己要演什么 所以这东西每一个部门 每一个环节都必须要达到那个指令的时候 那中间那个排戏过程其实很漫长的 而且还要算走位 听说还贴了很多交代式吧 对对对 就是其实佩佳是一个 因为佩佳是舞蹈系出身的 所以他对于记走位这件事情 记忆力之强真的是超乎我们的想象 真的我自己有就是跳那个MV舞蹈 我每次就是前一拍就已经落掉了 跟不上后面的tempo 对所以最厉害的地方就是 他不但要遵从摄影机给他 就是贴在地上的那个胶带的mark的位置 他还要记得表演指导给他的一些cue点 他还要记得我给他的指示 同时还要记得就是 我们如果说中间有改词的地方 他要临时要去记要去背 然后这东西就是全部在Moyant 我自己可能都忘记了 等到Moyant他演出来 我才发现原来我刚刚有讲这个 幸好他记得 所以他的记忆力真的是非常非常惊人 这简直是在玩那个就是 两张图片在找有什么不一样 对对对对 就算是无疑地 对对对 correct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对对对对的 对对对对对对的 对对对对的